鳳家有什麼好吃的?有什麼好玩的? 沒有 這是我們最常來的 鳳家裡面的一間 意麵店 因為它下面不用錢 超便宜的喔,我給你們看一下菜單 我們都吃 鍋燒意麵 然後我都吃泡菜的 而且這全部才60塊 60塊也可以加麵 你看超大碗 可以加粥 水料很豐壽 都會特別來吃這家 無聊就來吃 目前會突然一個念頭 就說我好想要吃這家火燒 等一下你們去吃一間 我們在鳳家裡面 我最近這幾個月 很常去吃的一間蔥抓餅 因為一般的蔥抓餅很不一樣 但是屬於乾乾的 然後有點像餅乾這樣 很脆 而且口味很多種 我們目前都是加咖哩跟胡椒 到時候在跟你們說 它的樣子長怎樣 今天拍的都是我跟六一平常 因為你知道台中的人嗎 就是常常來鳳家 都會逛到不知道逛什麼 所以 我們一提到鳳家 就說 鳳家我現在沒什麼好逛的 其實我們 都是來特定的幾間店而已 這樣 喂,你要講話 那我就先吃啊 然後吃了就我就不講 被我們給吃完了 你看 只剩湯 對啊 那我們接下來 到今天的重頭戲了 我們要來吃蔥油餅了 好 這就是我剛剛在口燒音樂那邊說的 我最近跟六一發現的 超好吃蔥抓餅 好 我個人認為啦 我自己認為 看起來就很好吃 看起來超多口味 看到原來 哇,換你了 換你了 超多口味 九種 買到的時候最單選手嗎 是什麼 它這裡的音樂 不知道有沒有版權 那我們趕快離開這裡 欸,你忘了一個東西 我沒忘 快點我吃給大家看 好 在裡面 你看它這個 蔥油餅是乾的 兄弟 看起來很小份欸 就30塊一份 半張30塊 沒有蛋 好像要吃餅乾喔 吃餅乾喔 真的好吃 好氣喔 你要吃嗎 要 好吃嗎 好燙喔 呵呵 好吃 真的很好吃啦 目前在馮甲發現 最好吃的蔥抓餅 它沒有蛋喔 就是純粹的蔥抓餅 欸,真的不錯 像餅乾這樣 但今天的粉有點少 因為你剛剛吃了 它塊的粉被我吃掉了 呵呵呵 我要很認真地說好不好吃 啊 完整的一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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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我們現在來到馮甲的裡面了 你看 半夜四店啊 還是超多人的啊 而且今天禮拜四欸 好啦,沒人 但前面很多人 裡面的手機配備呢 就是我最常來的 不過只要有缺什麼 手機配備 例如充電線啊 或者是 行動電源 我都來這裡買 很便宜 好氣喔 他把它終結掉了 果然是食物終結者 欸,那是桶丟一下吧 我現在來到了 我最喜歡喝的 紅茶冰店 最夾在那個 刺軌這邊 刺軌店有個巷子 它是黃色的招牌喔 黃色 又以現在一定很想殺了我 剛剛 錄了一大串 結果 完全沒按到錄影 我講了很多話欸 對 你看 你看 你看冰沙的 你看這裡 六一就是衝著它是冰沙才來買的 對啊 真的超好喝的 可惜現在已經要冬天了 走吧 哈囉 好喝囉 它又在刺軌這邊的路口一進來 你看,馬上就到刺軌了 這裡 每次我們都想說我們要買完紅茶 然後再吃蔥抓餅 結果沒想到蔥抓餅真的是太好吃 我們每次走到這裡就剛好沒了 敏感性牙齒 我現在才知道欸 超冰 很好喝吧 一杯才20塊 對啊 對啊 你看我們剛剛從冰沙的入口 走進來 買蔥抓餅 30塊 紅茶冰20塊 總共加起來才50塊 對 50塊就夠你逛冰沙了啦 吃一個蔥有餅 沒有紅茶這樣很可憐欸 不會啊欸 這是 我們逛了那麼久以來 嗯 精選 萬中挑選的 對 萬中挑選的 我們只來吃這家跟喝這家 我的珍藏 蔥抓餅是我的 這家日傳也很好吃 日傳每次都排超多人的 我看了我就 打消我那個想要吃的念頭了 說不定它是旗艦店欸 有可能喔 那麼大的章魚 超可愛的 它算是冰沙的招牌之一吧 對啊 欸你現在在哪裡 喔在那個章魚的下面啊 欸 喔章魚的下面一看就知道了 不是雞的下面喔 好啦這就是我們一天的 逢甲行程啦 跟你們說其實 逢甲沒有你們想像中的 那麼難逛 其實會逛的人呢 就是固定那幾家店 像我們就是固定那三家 還有那個手機店偶爾會去 就是缺配件的時候 像長得自己很厲害一樣 欸很厲害啊 你來逢甲很多人 你會說 欸逢甲有什麼好吃的 有什麼好玩的 沒有 我們都逛完了 之前有一部的時候 逢甲多厲害了 那是 兩年前啊 那是我剛來到逢甲的時候 覺得非常的新鮮 出新者的時候 哇 逢甲也太多東西了吧 好眼花繚亂喔 我一定要找出最好吃的 現在呢兩年扣過去了 好吃的就那幾家 OK 這樣喔 哈哈 沒有 沒有 都不干我的事 都不干我的事 那是你 我現在很解放喔 你不要逼我 現在真的是解放自我 超能解放的喔 因為我上一次點閱率很差 我很用心的拍 結果呢 就弄成這樣 直接Rio了好不好 Rio 放了放了 好啦那我們來替大家總結一下 我們今天呢 總共吃了哪些東西 好 來劉儀說 我們吃了 波桑液麵 然後 蔥油餅 然後 紅茶餅 沒錯 這就是我們的 必走日常行程 才三個耶 欸三個很多了吧 我覺得阿 我跟你說我們這三個呢 很簡單 然後又很俐落 你剛剛往後走 就是臉太大了 對 人家一來就知道說 欸這蔥抓餅可以吃喔 不像說其他人可能推薦了十幾種 那個人真正喜歡的可能只有一到兩種 我們這集就是直接把我們平常 最常去的店家直接跟大家公布 最日常 最日常 對就是很平常一個很生活化的小店 我們平常常常就是會這樣子吃完這三樣然後就回家了 對就是簡單來走一圈就回家了 所以馮甲其實沒有想像的那麼複雜啦說真的 那這影片呢就是我們逛了好幾年馮甲的精華所在 那如果你們想要提供我們的生活的話呢 歡迎你去買買看我們推薦的東西 紅茶冰 蔥抓餅 可以多撒餅麵 但好吃喔 讚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抬憶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